新城乡公所在新城乡原住民文化广场 举办了109年原住民捕鸟记的文化活动 以及足语文颁奖表扬活动内容 原住民部落讲故事短片争选竞赛 也在这场活动当中进行了颁奖的典礼 全程可以说是活动内容相当的热烈 乡长何礼台也期望在地的文化 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 新城乡公所在新城乡原住民文化馆 广场举办109年度原住民捕鸟记活动 以及足语文颁奖表扬 原住民部落讲故事短片 征选竞赛颁奖典礼 全场活动热烈 各界议员相当代表合影留念 相当何礼台也期望在地文化发光发热 新城乡一年一度的捕鸟记 捕鸟记 还没说完啦 还有风链记 今天看到捕鸟记这么多的人 自己在这个地方 俗话讲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早起的猪人有什么吃 鸟吃 有鸟吃 不是鸟 这个一大早 今年特别的不一样 除了我们租人自己过去一年来 这样子的配合公所各方面的业务的推动 以及各活动自己文化的传承产业各方面 可以说获得我们中央旗的民意代表 以及县旗代表 以及乡镇的市民代表 来村长等等 给我们非常多的鼓励以及加油 并给我们争取非常多的精备 让我们在文化 艺术 产业等等 可以说推动得非常的顺畅 我说地方上一个很够发展 所以有赖于我们今天在座的长官归宾 来前提支持我们以外 更有赖于我们所有在座的乡亲 对公所的支持以及鞭策 我想事务的推动 公所的同仁非常非常的辛苦 尤其今天的捕鸟祭 我们看到各位乡亲 一大早就到这个地方来 由我们曾县郎总头目 带领我们各位贵宾以及各部落的头目 做祖邻的一个祭祀 让我们的祖邻知道我们所有的祖邻健健康康 而且非常非常的平安 所以我们对于各位祖先的追思 以及对我们今天补鸟祭的文化产业的一个传承 我们要持之以恒 向内所有的国种小学的主任同学们到这个地方来 因为这次我们花园县办理的社区运动会 我们的我们的小朋友们 勇获了很好的一个成绩 所以我们用掌声来向他们表示祝福 给他们加油好不好 还有我们待会要颁奖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事业被一一的介绍 包括我们祖邻也获奖了很多的小朋友 谢谢你们 恭喜你们 谢谢大家 感谢 谢谢 现在像早期农作物以种植水稻为主 在二期稻米收割完成之后 罗友们就记录休息期 而这时候部落的男士们就会相约到部落外的野地捕鸟 他们用弹弓鸟踏 希望捕抓鸳鸟 捕鸟 置地 咽鸦等等各种飞禽 这项活动则是源自于古老的习俗 向内何与他表示 先将捕鸟祭活动 牵人共享盛举 更是生活习俗与生活祭典 现场的祈祷 以及长辈们欢笑声不断 顺利圆满完成捕鸟祭的活动 藉由一年一度的捕鸟祭活动 公开表扬嘉许新年乡 青年学生 以及部落主人的努力 公所团队努力打造社会和谐幸福之乡 谢谢大家 新年轻人的努力打造社会和谐幸福之义